欢迎回到焦点对话 在我们开始下一部分的讨论之前 我想让大家看看宝生 我们这位嘉宾之一 那么宝生的胸前带了一个章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表示他在美国之一已经服务了20年 宝生 恭喜 恭喜 祝贺你过去20年卓越的贡献 对美国之一 另外我想透露一下 宁心前天获得了美国国际广播局的年度金奖 这是对我们节目的 各位也是对大家各位的这个功劳的肯定 对 各位的这个 恭喜你 祝贺 谢谢宝生 为我们20年卓越的美国之一 真的是做得非常好 好 接下来我们再谈这个下一个话题 就是美国副总统拜登和众议员保罗瑞安 昨天晚上举行了这次大选中 唯一的一次副总统候选人辩论 这次辩论火力十足 精彩分成 双方就经济和外交展开了全面的对决 我们来看一看详细的情况 美国副总统拜登和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 众议员保罗瑞安 星期四在肯塔基州举行辩论 赏上火腰味十足 两人经常打断对方的谈话 他们相互批评对方的经济与外交政策 在全国播放维持90分钟的辩论中 两位副总统候选人从一开始就展开了 唇枪舌战的对决 为了重获奥巴马总统上周辩论中表现不佳 而失去的势头 副总统拜登为白宫政策展开积极辩护 他呼吁瑞安和其他共和党议员靠边站 让奥巴马政府修复增长缓慢的经济 但瑞安反驳说 在近四年之后 奥巴马总统和国会民主党人要为经济负完全责任 他说美国的经济让15%的人民生活在贫困中 两位副总统候选人还批评对方的外交政策 拜登宣布美国军队将在2014年撤离阿富汗 而瑞安说这样的宣布等同于软弱 在利比亚问题上 瑞安批评白宫没有在班加西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 美国大使上个月在班加西的一次袭击中被杀 瑞安说 奥巴马政府承认这是一起恐怖袭击的做法来得太慢 拜登把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受致命攻击事件称作是悲剧 他保证再也不会犯任何可能犯下的错误 美国之音BOA卫视报道 刘平先生 您对这次辩论您的看法如何 您觉得双方高下如何 您刚才用了一个字 火力十足 跟总统那场辩论有很大的差别 那一场双方高下差得很多 完了之后 罗姆尼这个声势就起来了 这一场好像也很难分出到底谁是胜负 不过我看有一种评论 这个评论我刚才有很深刻的体会 刚才张国华兄刚才在讲到说 莫言获得诺贝尔奖 中国政府的反应很奇怪 这个奖得奖人是我喜欢的 我就说这个奖很好 这个奖得奖人说我不喜欢 我说这个奖很赖 你这个什么样双重标准 我就在旁边不自觉地笑了出来了 昨天晚上的这场辩论的时候 拜登就有好几次这种就笑出来了 这个笑啊 有的时候会让人家觉得 你不是对别人有给予足够的尊重 你要让别人很正确的 很庄重表达人家的话 你也应该是很认真在听 所以这个是对于这个拜登 是有点减分 不过有一个很要紧的事 是说瑞安他是等于是新秀 拜登参加这种辩论已经是这个 十几次了 对 所以他两个人还能够这个样子 看起来有点势均力敌 这真是这个英雄出少年 对 我的看法是这个 跟努平差不多 但是有一点点不一样 我觉得的确是势均力敌 那刚刚这个讲到这个火力十足啊 我觉得比我原来疫区要温和的多 就双方基本上 大家都原来讲好 副总统这个候选人的辩论 就是要这个 就是说炮弹的 就是要来轰对方的 那昨天我感觉到 就双方还相对的比较客气 比较理性的在讨论一些问题 那讲到双方的这个 我们刚刚讲到势均力敌 我觉得这个拜登啊 还是稍微略胜一筹 因为在一些重要政策的这个论述上 他占一点 占据一定的优势 不是说这个瑞昂表现不好 因为他是第一次参加 但是呢 这个我觉得拜登啊 以他年龄优势 以他经验的这个优势 他还是稍微占了一点优势 招了一点先 只不过 只不过他攻击性稍微强了一点 打断对方态度 是不是个民主党 因为根据我今天早上看到的民调 民主党都认为是拜登赢了 共和党都觉得是乱恩赢了 然后独立选民有三分之一说 这个赢三分之一说那边 上一次总统辩论 然后还有三分之一说市局 我都是独立评论 上一次辩论总统辩论 对不对 总统候选人 我认为罗姆尼 毫无疑问赢了 那个太明显了 昨天的这个辩论呢 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在上个星期 两位总统候选人 辩论结束以后举行的 那么大家都知道 上次的胜负看得很清楚 那么罗姆尼以很大的优势 赢得上场这个辩论 这大家都是基本上一致 都是这么认为的 那么下这一场 昨天晚上那一场呢 就是拜登他身负重任 他是老将披挂上马 要为民主党来 挽回声势 挽回声势 搬下一城 收复失地 对基本是这样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的主要职责是什么 为自己的 自己政府的政策辩护 我想从了他们的这种表情 手势 或者是这种反应来说 在辩护自己 现任政府的政策方面 我认为他是基本上做到了 因为瑞安在很多的政策方面 并没有提出一个 非常明晰的一种替代办法 比如讲阿富汗战争 到底应该 他现在应该怎么办 对吧 中东的政策等等 都没有拿出来一个 特别是叙利 这个辩论看上去是比较旗鼓相当 或者说是火力相当 但是我觉得主持人控制得很好 那个主持人应该是最大的赢家 他提问非常的尖锐 咄咄逼人 而且控制时间掌握得非常好 然后议题的转换也非常好 主持人应该是最大赢家 那两位来说 我觉得对瑞安的看法 我觉得他没有达到预期的表现 瑞安是一个非常有变才的年轻人 而且非常在共和党里面 成为思想家 非常有他的一套 但是我觉得他还没有 发挥到一个极限 可能是比较谨慎 那么从拜登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拜登是 当然比奥巴马发挥的好得多 但是拜登有点出格了 就特别他笑的太多 刚才刘萍先生也讲了 他这种笑给人一个什么感觉呢 他以为还是四年前 他跟那个沙拉佩林在辩论 就是你是个年轻的 你根本不懂国家大事 你根本不懂国际事务 所以说我动不动 严口而笑 他这次提前就先入为主 摆出这副姿态 不管瑞安讲什么 他都要想严口而笑 要坑坑地笑 他这个笑法给人轻挑的感觉 反过来看到瑞安很稳重 说这两个人虽然气骨相当 但是瑞安没有犯大错 但是我觉得拜登 在这个方面犯了大错 就表情上 所以最后的民调 综合民调 CNN的综合民调显示 瑞安赢的辩论是48% 说拜登赢的辩论是44% 我还是同意这样一个民调的 我觉得这一次的辩论结果 巩固了共和党的盛选的可能 是一个乘胜追击 我想接下来的那两场辩论 对奥巴马是个严峻的考验 因为拜登并没有全盘守住阵地 好 我想接着破空刚才讲的 因为刚才刘萍先生也提到 确实是这个 就像我今天看所有的媒体报道 不管是自由派还是保持法 都对于拜登的这个态度 提出了批评 就说确实是 而且他里面刚才你提到 萨拉佩林 他确实也是 就是拜登在 就是瑞安在提到一个议题的时候 他确实也是说 他说这个我四年以前 就已经跟萨拉佩林 已经辩论过这个事 因为萨拉佩林在很多人看来 是一个根本就不太懂政治的 那他把他跟瑞安相提辩论 实际上就有一点讽刺 这个瑞安也是同路货色 而且他确实很多时候 是严口而笑 就是很轻蔑的 你能感觉得出来 他不喜欢瑞安这个人 而且也看不上他 你就这种态度 我觉得你没有对这个政治对手 一个应有的尊重 还有一个我想请各位评论一下 就是他这次辩论 我觉得他们都就这个议题 进行了很多这个细节性的争论 这一点上 我觉得是不是这个理论性太强了 美国民众能接受吗 或者听了你就觉得 又是两个政客在那搅来搅去打架 常常大家就说这个 好像当年你如果听广播 你会觉得尼克森赢了干乃迪 看电视觉得干乃迪赢了尼克森 因为你这个看电视 常常不是去看他的 仔细读他的内容 所以美国的报纸 今天把这个两个人的 这个议题的看法 把它一个一个列出来 这也就是刚才破空先生讲的 他说他很佩服昨天那个主持人 我最近注意到那个主持人 他那种咄咄逼人 就是有一点 打破砂锅问到底 还问砂锅在哪里 所以逼得最后拜登讲出了一句话 民主党不愿意讲这句话 就是这个 生命起于受孕 所以这个支持堕胎人 不愿意讲这句话 但是他同时 因为主持人当时问他 你的宗教对于 你对生命 对于怀孕这个问题 堕胎的问题的看法 有没有影响 他作为一个天主教徒 我认为生命始于受孕 但是我也不会以我自己的宗教观点 来去强加给别人 比如讲穆斯林 还有其他的等等 日元他在辩论当中 他提到一点就非常重要 他说你去中国的时候 你对中国的一胎化政策 独生子女的政策表示理解 表示赞同这一点 我想对他的打击是比较大的 可惜这个我不知道 拜登没有媒体 是不是非常在意 重视这一点 另外昨天在谈到 实际上在谈到这个堕胎的问题上 瑞恩表现也不好 因为主持人问完他以后 他有很长的停顿 昨天我看其他一些个 电视媒体的评论员 已经注意到这一点 就是他比较犹豫 应该表现马上能够脱口而出 因为对待这个问题是 你不和党人 应该早就有准备 应该早就有所准备 但是他后来最后说的 还是挺感人 他就是说到 他看到他太太 做那个超音波的 听到第一次小孩的心跳 他的儿子 所以在这一点 我觉得一个个人化 你叫豆豆 他看到他女儿在 一个个人化的这种信息 所以也有感人之处 对 这个候选人的辩论 我很多对美国的选民来看 其实就是看一个热闹 你靠他来看门道是不够的 政策的表述不可能很细 我很惊讶的就是 昨天副总统候选人的辩论 在政策的走向上 其实变得已经非常的细了 已经到了很细的细节 所以你看到他们双方的攻防 有些人表现好 就是说我们今天说 谁表现好 不是他一边倒的好 他都是有好也有弱 双方都是 你比如说 你讲到阿富汗的问题 阿富汗 这个瑞安在攻击 这个奥巴马政府 说你们 现在就把时间表 告诉你的敌人了 那你的敌人 现在就可以等啊 我等到2014年以后 我再出来跟你斗啊 对不对 但是呢 当这个拜登反问这个瑞安 你的意思是什么 你的意思是 2014年以后 我们要继续待在那里吗 还有一个伊拉克问题 现在讲就是说 美金突然撤离了 这个伊拉克现在这恐怖分子又去了 对不对 那他就问他了 这个拜登又问瑞安 哪的意思就是我们不应该撤离 这个伊拉克吗 所以他回答不了 希利亚也一样 他说你不够 做的省少 你的意思 我们该做的都做 你要出兵吗 首先马上最重要 这个就说明什么呢 莫不不不稍微给我一分钟 昨天还有他主持人问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说美国不管是现在还是今后 对任何一个外国的事务进行干预的标准是什么 那么瑞安提出来国家利益 我认为这个他这个问题问的非常的尖锐 我想这是两位 共和党一个很难面对这个问题 对 都没有回答 都没想好的 以国家利益是不够的 对非常宽泛 对非常宽泛 对 刚才主持人提到 这个国华兄也提到 就是说这次的辩论涉及到很多的细节 就是说非常的数据化 这个我觉得有利有弊 一方面这个辩论给很多国家 尤其是中国提供了一个范本 就是说当你这个领导人要准备好的时候 你需要对这个国家 从经济到国防到安全 就业等等细节的了解程度 要了入执掌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范本 我想对大家很有启发 只不过呢 这种辩论由于深入到非常具体的数据 然后具体的事实 后来就为辩论而辩论 比如说在阿富汗这个问题上 双方不见得有太大的分歧 比如说那个一个强调说要撤军 要那个安全 另一个强调安全 那个瑞安就强调这个东部的安全 又怎么样 阿富汗东部 然后这个拜登又回答 要交给阿富汗人 实际上他们是为了显示 他们的分歧而在争辩 就有时陷入了一种 为争论而争论的这个局面 但总的说 他给了一个观众很好的管杆 就是说 让观众去通过这些具体的事实 去判断 我觉得相比之下 那个拜登主要是 坐在防守的位置上 他辩护现有的政策 因此显得比较被动 但是瑞安呢 主要是它是展示未来 说在于现在美国选民 关心的是未来的图景如何 我觉得这方面 瑞安给出了一个比较好的答案 好 因为我们时间不多 副总统的这个选举 咱们就说到这 因为其实下个星期二呢 就是罗姆尼和这个奥巴马的 第二次辩论 所以副总统的这个影响 他们一般认为 很快就会被那一次的 是一种铺垫 是一种铺垫 而且大家都说 这个电视辩论 基本上一场瘦 让你看热闹 真正关心政治 关心选情的选民 他会通过平面媒体的 这种分析和回顾 来去看更多的东西在里面 好 这个大选辩论的话题就到这